苏裕 三期毕业 崇拜孙中山 忠于蒋介石 孝敬老母亲 历此上将金贤 而甘为中将 有黄浦三期第一将之说 一生不沾烟酒 不浸女色 喜交友善经商 研读兵书是他最大喜好 济南战役时 四十四岁 王耀武 原名王哲让 从军之后 他自己改名为耀武 由此看出 他对军人气质的 向往和崇拜 家乡的老人还记得 那个乳名叫 骆子的王哲让 他喊到骆子 那个儿子 小名字叫个骆子 骆子 你是个龙 我是个蛇 你也是从我蛇 都叼上来的 王耀武真正出门了 是在抗日战场 南京保卫战 长沙会战 以及被参谋总长何英卿 称之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的上高会战 王耀武都战绩不凡 1945年4月 雪峰山一战 更是王耀武的军事生涯走到了巅峰 后来受降时 向王耀武递交自己战刀的日军板西一梁中将 当时被打得落荒而逃 正是这一战役的成功 王耀武当下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这是黄埔同学望尘莫及的 当时的王耀武正处英年 仅仅四十岁 1945年的日军投降仪式中 当王耀武收下日军投降官的战刀时 驻扎高优的城防司令 延齐大佐 也把一柄紫光闪闪的佩刀 双手举过头顶 交给了在抗战中功名显赫的新宿金将领肃玉 他向肃玉深深举功 口里说道 仅将这柄元祖相传的紫云宝刀 敬献给久以仰恶大名的中国将军 这时的肃玉 刚刚三十八岁 中国有句老话 不是冤家不剧投 说来肃玉和王耀武已是老相识了 红军时期的谭家桥一战 王耀武让肃玉所在部队败走了麦城 而四八年的来吴战役 肃玉又一刀砍去了王耀武手下六万个弟兄 连他的副司令李仙舟也成了肃玉的阶下囚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双方都在等待最终了断恩怨的那一天 当华野分成内外线兵团作战的时候 经验老道的王耀武预感到济南不久将成为共军的攻击目 果然外线作战的肃玉在玉东战役 兵团难以解决的阻敌援军是一个弄不好不仅是偷击不成十把米 而是陪了夫人又折兵的关键问题 此时的肃玉认为 要想夺取济南绝不是简单的工程 而是一个必须兼顾工程与打员双重重任的复杂作战 华东野战军必须清朝出动